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Cokey講夜門 今天大家一看到題目就知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AZ疫苗跟科興疫苗的哪一個比較適合現在的馬來西亞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和大家用一些數據來分享一下 對今天我們會用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而不是用醫療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很多人認為說馬來西亞接種疫苗是沒有的選擇 其實我們是有的選擇 在這裡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各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馬來西亞封城會在第一階段封城是6月14號結束 FMCO各位觀眾認為會不會延長 這個希望大家留言一下 我們來統計一下我的觀眾一般上看法是怎麼樣 先講一件事情 最近一直聽到很多人在聊保護力 Pfizer輝瑞的保護力是多少 Moderna是多少 然後輝瑞是多少 然後AZ是多少 那我就覺得是這樣子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疫苗提出保護力是在他們做第三期臨床實驗 公布出來的數據 所以這有很大的問題是 就是輝瑞跟Moderna Moderna做的時候是在去年有著2020年做的 那個時候這個世界還沒有這麼多變種病毒 那個時候這個世界的病毒的傳播力還沒有這麼強 所以他們保護力可以到9495 是那個時候 但如果Moderna跟輝瑞拿到現在來做現在的印度現在的馬來西亞來做的話 我覺得保護力可能就沒有這麼強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被保護力這件事情來給誤導 因為他們的實驗的環境其實是不一樣的 當然還是有一個關鍵 就是染疫不可怕 那重症才是真正的嚴重 所以幾乎所有的醫學專家都會這麼講說 世界衛生組織WHO就是緊急授權的疫苗 都有很好的防重症跟防死亡 所以還是那句話 現在可以接種的疫苗基本上都是OK的 大家就不要講說誰比誰好誰比誰好 因為每個失控環境都是不一樣 大家有時間就去接種疫苗 如果你們是6月9號今天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提醒你們的長輩 就是超過60歲以上的還沒有接種的話 趕快就去排隊登記接種疫苗 這個是我一直在鼓吹的 另外我還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在網路上在Facebook上面很多人黑AZ疫苗 AZ疫苗牛井疫苗 我真的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覺得歐洲一些沒有打 然後日本不要 美國不要 然後就覺得這個疫苗很不好 我來分享一些數據 現在這個疫苗基本上在幾個國家生產 就是印度 韓國 還有這個星期剛剛開始的泰國 韓國人總共打了超過350萬劑 出現了多少的血栓問題 一粒就只有一個 台灣是46萬劑裡面 46萬劑不是人 有一粒 馬來西亞第一階段就是我們的AZ疫苗的 接種是26萬劑 接種完了在6月6號就接種完了 到現在沒有 所以不要一直去亂傳說AZ疫苗會死人啊 會有血栓問題 我們其實拿這一兩個月的數據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沒有這麼可怕 我們再拿韓國的例子來講 接種一劑AZ疫苗 保護力是86% 這個是最新的數據 5月31號才公佈的 所以AZ疫苗的保護力只打一劑的話 是非常好的效果 多多宣傳AZ疫苗的好 不要一直在說他們不好 不要再說什麼國家停打 它就是一個不好的疫苗 不是AZ疫苗是一個非常好的疫苗 接下來要大家聊一下 馬來西亞現在在進行所謂的封城 可能國外的朋友不知道 我們從6月1號到6月14號是全國封城 我們終於停過了開災節 馬來西亞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 反正我們在開災節5月12號左右的時候 就是讓很多人回家 然後病情就擴大 病毒就亂跑了 然後馬來西亞在這段時間 衝破了單日9000例 9000多 然後我們終於在這幾天恢復了 就慢慢降下來再5000多 如果我們可以在封城這段時間 快速的接種疫苗的話 根據這個數據表示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吉隆坡很有可能會變成 亞洲第一個群體免疫的國家 我們等一下後面的時候會和大家提到 回到我們今天要談的話題 AZ疫苗還是科興疫苗 你要接種哪一個比較好 海外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馬來西亞和很多國家都一樣 就是我們有一個馬來西亞疫苗接種計劃 就有分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什麼前線人員 警察 醫生 護士 或者政府的官員這些 第二階段就是60歲以上 第三個階段是18到60歲 然後據說有第四個階段 是在馬來西亞的外國人 我不知道這個是聽說 可是政府沒有公佈 根據這個接種計劃 如果像我這種三十幾歲的人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後來因為馬來西亞收到了一批AZ疫苗 就是我之前去接種那個 沒看過可以看右上角的影片 因為很多人不想打 然後我們就有了一個志願者計劃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登記 然後就一大堆年輕人就去接種了AZ疫苗 然後所以馬來西亞是一個雙軌進行 來聊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選擇AZ疫苗好還是科興疫苗好 科興疫苗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它的副作用非常小 連我爸爸的醫生都建議我爸爸去打科興疫苗 那個是一個新加坡醫生 他第二個特點是防死亡防重症率非常好 都是八九成以上 八九成很好的 第三個就是科興疫苗和一般的疫苗 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第一劑跟第二劑中間的 這一段三個星期 它的防禦率其實沒有很高 它要打完第二劑大概10到14天 才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我們算一算從你打第一針 到你的整個保護率出現 大概需要30幾天 AZ疫苗就不一樣 你打了第一劑之後 就算你不打第二劑 你也有七八十的保護率 然後可能第一劑比較 第一個比較辛苦 就是它反應很快很大 所以我認為 我站在公衛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會建議年輕人都去接種AZ疫苗 而且其實病毒的傳播 一般上都是年輕人造成的 你也不能去怪年輕人 因為他們還是要工作還是要生活 他們的存款可能就只有一個月兩個月 如果他們一個月不工作 下個月怎麼辦 我建議這一點是年輕人打AZ疫苗 老人家為什麼要打回路疫苗 首先它的不良反應是比較低的 然後老人家基本上的社交都比較少 就比較單純一點點 我認為年輕人接種AZ疫苗 比較好的原因是 剛有提到 就是病毒傳播 基本上還是靠年輕人 就從外面帶回家 AZ疫苗有一個其他疫苗沒有的地方 就是它要8到12週才接種第二劑 而且第二劑它的保護力 可能就從6、70%增加到7、80% AZ疫苗就可以讓更多人打 我們可以接種第一疫苗的人就更多 所以我還是蠻推薦年輕人去接種AZ疫苗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 科興疫苗在防重症防死亡其實表現很好 我就繼續幫科興疫苗講一些話 雖然我比較推薦AZ疫苗 因為馬來西亞的現況 我們先講好是現況 不是沒有疫情的時候 現況來講其實吃AZ疫苗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的病情是很難控制 然後我要繼續幫科興疫苗講一些好話 就在前幾天釋出了一個案例 在巴西聖保羅的一個小鎮 然後這個小鎮大概是4萬5千人左右 4萬5千人的小鎮扣掉小孩子 扣掉婦女 剩下的人都接種了科興疫苗 然後95%是接種了兩劑 接種完之後他們得到效果 有症狀染疫的人減低了80% 死亡率降低了95% 這些數字是非常漂亮的 還是那句話 確診不可怕 重症才是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科興疫苗是非常好的 預防重症 預防死亡 最後我們來提一下影片一開始提到的 吉隆坡很有可能成為亞洲第一個群體免疫的城市 當然韓國有可能比我們早達到 可是我相信吉隆坡是很有機會的 在5月29號的時候吉隆坡接種 至少一劑疫苗的人數是30萬 在8天後的6月6號是40萬 吉隆坡是一個200萬人口的城市 如果依據過去這個 是8天可以接種10萬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算一天大概是1萬多 可是就在前兩天 吉隆坡跟雪蘭二就開了5個大型的接種站 這5個大型接種站 一天可以接種3、4萬人 還有在吉隆坡就開始推行了接種卡車 之後會有30台接種卡車 就到鄉村 到那些可能環境比較不好的地方 幫大家接種疫苗 這個接種卡車一天大概可以接種1萬多人 所以我們這樣子算 如果吉隆坡一天可以接種4、5萬人口的話 我們還差80萬 我們可能就是在30、40天後 我們就可以達到群體免疫了 這是一個很樂觀的情況 所以今天是6月初 8月真的很有可能 吉隆坡會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群體免疫的城市 最後我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在網路上一直罵政府很慢 接種疫苗很慢 我真的很想要幫政府講一些話 我們看到很多西歐的國家跟美國接種疫苗的數量很多 他們是從去年開始接種 然後到今年的3月以前 都是接種他們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疫苗他們的 他們自己國家生產 當然是先打自己國家很正常 4月份的疫苗的量產才正式的開始 所以馬來西亞其實接種疫苗不算慢 我們又不像韓國有自己的工產可以生產 所以我們其實一開始慢 是因為我們拿不到疫苗 當我們開始拿到疫苗的時候 其實我們速度很快 我們是從2月23號才開始接種疫苗 然後在4月11號的時候 我們打了100萬劑用了49天 在5月17號的時候 我們打完另外100萬劑用了37天 在5月29號的時候 我們完成了另外100萬劑 只花了12天 在6月7號就是最新的數據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接種了364萬劑 這64萬用了9天 所以一開始我們慢 並不是因為我們想慢 是我們的疫苗數量不夠 而且我真的覺得 像現在當一切SOP都建立之後 像我覺得我也算是百老鼠 我們也是志願者 現在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它會讓你看疫苗的量在這裡抽出來之後 還有剩多少打進去 打完之後會給你看 它已經接種完了就要打進去 在我那個時候是沒有的 Try and Error的過程中建立了SOP 但SOP建立完成之後 再大量的去接種 這是對的 剛剛有提到 我們9天接種了60幾萬劑疫苗 然後這還不包括 這個5個大型的就是疫苗的接種站 每天可以有好幾萬 我蠻樂觀的 就是馬來西亞1天15萬的接種 很快就會到來 我甚至認為 就是6 7天接種100萬劑疫苗 是很快就到來的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很樂觀的認為 就像我上一個影片提到的 10月15號馬來西亞就可以慢慢的 不用戴口罩出門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 沒有想到今天的影片拍這麼長 就很感謝大家如果看到這裡的話 把這個影片分享給身邊的人 特別是那些60歲以上的家長還沒有登記 註冊去接種疫苗的話 請大家宣傳這件事情 OK好 今天有兩個問題需要大家留言回答 第一個就是你們覺得6月14號馬來西亞的 封城會不會延續啊 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有家人是超過60歲的 他們是60幾歲到現在接種疫苗了嗎 就是有你可以寫說61歲還沒65歲已經接種了 就是我想要做這個統計了 那感謝大家看到這裡了 好 那應該短時間就是不會再做疫苗相關的影片了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已經夠多了 可能就是3個禮拜後 我們再來整理一下馬來西亞病情 看我的預言有沒有準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好 老規矩了 那你在YouTube看到的話 記得點贊 訂閱 打開小鈴鐺 因為打開小鈴鐺呢 才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那如果在Facebook的朋友 記得幫忙分享出去 謝謝大家看到現在 拜拜